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呢因为这个是市政府呢最近发了一个懒人包 非常的尽责去解释了为什么要新建李柯勇 但是呢我们在网路上也看到了这一篇拆窗谎言的这个懒人包 所以我们应该要让这个资讯平衡把正反面的声音都向市民来表达 当然呢这一个拆窗谎言的懒人包没有像市政府那么样的像新闻局这样的效率 包括可以发出六十几万封的这样子的一个简讯系统 所以呢我想基于民意代表的监督责任 这正反的声音我们也都要呈现在民众的眼中 做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平衡 那么我们待会就来看一下 那我在九月份吧 我们曾经办了一场公厅会 那么我们曾经问过了一个问题 待会儿要请文化局代理局长来回答 到底李柯勇 这签的九十九年跟市政府签的这个约 他的合约效期是 把那个把那个合约先秀出来 把他找到那个合约的那个 他的合约效期是101年的11月 如果记得没有错 对 那我们再把它放大一点 在第几条 第十四条 十三条的部分 有要求要三年完成完工 那曾经在这个议事厅的地方 当初的这个局长也有回答 如果这个校期经过还需要经过续约 还没有新建完成的话 但是呢 你们的这个图书馆的馆长 他也非常静责的说 我们的法治室的解读室 这个合约在为完工之前 他的校期是无限的 市政府竟然可以签一个 无限期的一个校期的合约 让我们觉得发生在高雄市 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 来文化局的法治室请起立 有没有来 如果没有来就要请代理局长 起来说明了 好 局长说明 请局长说明 你只要跟我回答 这个合约是不是需要再续约 还是它是无限期的合约 这两个答案就给我一个就好了 因为这两个答案都是你们局里面所说的话 来 局长 哪一个答案才是真正的答案 谢谢主席 谢谢陈议员 陈议员长期非常关心你 不用讲客套话 谢谢 好 那我相信陈议员他 你在现场这边呈现的那个合约 基本上合约的精神是双方的意思表示 不过以这个合约的那个状态来看 势必应该是要新订新的合约 好 势必是需要有新的合约的考虑 好 那谢谢 这个是跟你们之前的局长的说法是一致的 所以我也跟潘馆长 因为那天你可能冲除复会 也不知道我们会提问这个问题 所以也跟你正式的 呃 局长已经指示你了 这个约还需要续约 好 第二个问题 你们续约完成了没有 有还是没有就好了 还没有 OK 谢谢 感谢你们也尊重 当初大会的决议 因为当初不管是无议政议员或是本席 甚至当初主持的是 在专案报告的时候 专案会议的时候是有议长主持的时候 也要求在续约之后 或者是要续约之前 一定要经过大会的一个同意 那虽然你们到现在没有智慧本会 但是呢 我们倒认为 你们现在还是基于尊重的立场 也谢谢你们还能够把这句话听住 所以我现在把这个民间版的 拆穿谎言版的这个内容 跟所有的民众揭露一下 第一个 市政府说 国内外图书馆盖在公园比比皆是 来 这是错的 怎么说 为什么说 我觉得他是错的 我先把他原稿念一次 他说 哪一个不是长期对 社会公益有贡献 被人民感念才冠名的 这样子的一个建设 可否请市府举一个例 有哪一位商人 而且只捐了美金将近250万 就要票占高雄市最精华的中央公园的绿地 而且还非冠名不可 我举美加地区的某些城市的例子来说 他们的冠名权是可以买卖没有错 但是也一样要接受议会的监督 否则就会沦为徒利 那最近呢 台北市跟竹南这两座李柯勇纪念馆 兼图书馆 已经遭到了检举 徒利 为什么 里面就是设置了他们的私人办公室 来 把那照片先拿出来 就这边 这边是台北的 来 接下来 这边有台北跟竹南 这两座地方已经被检举了 好 我们会不会看到高雄市有这个版本 我想高雄市看到这个可能说 我们过去不要让他洗办公室 我们特别去用检举 你看我们都事先揭露你们 提醒你们可能会犯的错误啦 好 第二个谎言 也就是说高雄市说 有这间导书馆高雄地区 这个高雄就特区都有导书馆 意思就是说我们全境区没有导书馆吗 不对 前进区本来就有原来的文学馆 甚至你们拆除了高雄全台湾唯一或是唯二的生障儿童图书馆 为了就是要满足这个私人的冠名权 这个是你们第二个谎言 并不是只有李克勇盖的纪念馆才叫做图书馆啦 他连一本书都没捐给我们高雄市民啦 李克勇跟高雄市更没有什么关系 他没有对高雄有任何的贡献 如果今天盖的是陈菊市长的纪念馆 我都觉得OK的 因为陈菊市长对我们高雄市是有贡献 李克勇你算什么 第三个谎言 冠名就等于私人纪念馆 就等于私人图书馆 他说冠名权是应该的 好 李克勇纪念馆 来我们拆穿的谎言 李克勇纪念馆 明明白白就写清楚 如果不是纪念李克勇 那不然他是纪念谁啊 他如果要捐钱 他也可以把原来的深藏图书馆更新啊 把它重建啊 为什么不要呢 兴建之后的维护修缮营运 通通都是我们高雄市民出钱 还要去出钱维护他的私人管设 里面合约 里面还讲说我们还要去经过他的同意 他才能够去多内部的调整 这都在合约上面讲清楚的 所以我问你啊 我们高雄市捐给我们的东西 他还要他还要他同意耶 第四个谎言 如果用比较的角度 来看这第三种的模式 来才传市府直举了旧种土的改建 市政府自行兴建或者是营运 他只讲了这两种 然后接受民捐兼建的市府营运这三种来做比较 在公共政策上的决策当中 难道就只有这三种吗 那我们现在的转型正义到底在讲什么 难道不会请李克勇在前津区利用旧种土的土地 拆除新建符合标准的图书馆吗 这是一个选项 然后我们的闲置空间有这么的多 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旧学校小学校都在废除 再来如果他愿建议八千万 本席也曾经建议啊 在高映大高映大的校园门口的地方就有一座四百万的行动图书馆 24小时可以借阅 你只要拿我们的一卡通就可以去借书 这一台书容纳八百本 他可以每一个月甚至是每个礼拜都去更新他的图书 借阅率有多少大家知道吗 七成六以上耶 我想要问问我们的图书馆 我们哪一个馆设的借书量有达到七成六的 还有未来的图书的形式是不是就是用馆设的方式 这真的是我不知道你们是开倒车 还是在走这个时代的往回走 跟不上时代 不晓得为什么 第五个谎言 森林公园不等于水泥公园 这是市政府说的 好我们来看怎么拆穿这个谎言 三岁的孩子都知道森林公园当然不会是水泥公园 李克勇盖一栋高十八公尺相当于六层楼 七百五十平的庞大建筑物 那不是水泥 不然是什么叫做水泥啊 难道盖了之后就叫做水泥公园吗 难道这个建筑物是用纸做的吗 不是吗 来第六个谎言 林砍伐原地遗址一棵都不能少 错 移树不用先砍树吗 移树就百分之百会活吗 原地遗址难道是砍完树之后 在原地种回去吗 既然是零砍伐那干嘛还要砍呢 又干嘛要移呢 第七大谎言 公园结合图书馆是常态 我们还知道高雄市的公园管理自治条例 也是为了要签这个约 这个先后顺序竟然达不到十天 为了要签这个约量身定做 把我们的公园自治管理条例修掉 来符合要捐赠 我们的老人家要盖一个公园 尚且不行 竟然可以让私人在里面盖纪念馆 说他没听到 他把他家的宗旨搬来 可不可以啊 我请市府举一个例子 全世界有哪一个先进的国家 在已经成型的自然公园里面 砍树移树 破坏原来的这些保育动物的棲息地 来拆老屋 而且是拆身杖孩子们的这一些福利 跟他的图书馆 来盖私人的纪念馆 哪一个国家是敢这样子做 只有高雄市吗 我希望不会是一高雄市 因为现在还没有盖城嘛 第八个谎言 限制重建 空间在利用 功能在扩大 这个跟第五个 第六个 第七个谎言 其实都是一样的 第九个谎言 说这是选择题 不是是非题 错误 因为破坏自然生态公园 盖建筑物 它就是是非题 我们可不可以破坏 这件事情本来就是是非题 好 再来市府既然要强辩 这是选择题 那太好了 我们可以不要选择在这里 我们可以让大多数的民意 去站在愿意新建图书馆 包括林芳如议员也曾经说 我们人物 公园可以你来盖啊 或者是我叫人家私人捐一块地 让李可勇来盖啊 奇怪为什么李可勇就这么起票 我还要买一台苏林地来观看 起起来观看我们高雄市民 我们高雄市民 真的缺这八千万吗 他又不是给我们八千万 又是给我们一个卡 盖好一个壳送给我们 他如果送我们八千万 让我们自行利用 我觉得这个还不错 第十个 尊重多元意见 广纳民意充分沟通 这边呢 这个懒人包有讲到 市民市府说 既然有九成以上的里长在支持 他们想起了 当年的蒋介石 还有现在北韩的金正恩 如果市府自己做的民调 要高达三成六的市民反对 那我请问你 互数团体以及民间团体 做的民调 竟然有接近高达九成以上 反对新建这个图书馆 那这样的民意 到底什么才叫代表民意呢 好 这个是市府懒人包 加上民间懒人包 我们大家对决 所以我请教一下 我们是不是可以 要求第一个 文化局可以办一个公开的辩论 为自己要留下这一个纪念馆 在中央公园里面 来办一个辩论 我们邀请所有的民间团体 来做一个公开的辩论 也可以请支持方出来 我们请反对方出来 到目前为止 文化局愿意提供钱 给研考会去办这个民调 就是不愿花任何的时间精力 去办公民论坛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 高雄市文化局要开这种道车 民主的道车 那研讨会呢 出来开了一次协调会之后 我们的现场 我们的这个馆长 我跟馆长其实是好朋友 也是好同事 但我觉得今天我为了这个老同事 愿意愿意捍卫文化局 愿意捍卫到这种程度 竟然会讲出说 我们忍你们民间团体很久了耶 要不然你们就用民意来决定啊 以后就不要选我们啊 竟然会讲这样的话 我觉得有点 他是事务官出身的 但我认为他今天会讲到这样子的话 代表 是否高层给他太大的压力 让他已经变成一个我们不认识的 一个老同事了 他是一个好人 但是你们真的要让他 在他的这个位置上 当一个让人批评的 有争议的官员吗 我相信如果我向市府的 所有的公务人员做一份民调 不管基于这么样立场 我相信我会拿到将近九成的反对票 我想做这件事 但是我请文化局 我们回答一下 能不能再办一场辩论会 让双方正反两面的立场 都可以被陈述 不要就只有市府做的懒人包 让市民看 但是呢民间的懒人包 却是见不了光 他要透过自己的方式 自己的管道 所以待会请局长答复一下 能不能再办一场 这样子的一个辩论会 然后把应该相关的事情 你们也说明 好 我们如果今天真的决定要见 那个见的方式 能不能让民间 能不能让环保人士 能不能让民间团体 也能够共同参与 讨论到一个对环境的破坏最少的一个方式 这个当初吴义正议员 还有本席也一直跟大家讲 我们有几个方案来讨论 讨论到正方两方一定都能接受的方式 就不会惹出一大堆的争议 所以我们希望充分的沟通 我们也谢谢你们 继续在这个时候 还在等待 希望你们在等待的过程当中 不要白费了时间 我也一直在制造这样的平台 让双方能够找出方法去对话 而不只是谩骂 但是市政府没有提出任何的方法 要跟民间来对话 我觉得非常的遗憾 这个待会我们再继续讨论 第二个部分我们来看一下高雄市的市民 这个局长待会你再一并回答 教育部有一个数据指出 2014年高中的这个 高中普通科中 高雄的学生势力不良率高于新北市 那高雄市呢 我们来看一下目前高雄市府的统计状况 我们高雄势力的不良率 国小生是4成5以上 国中生势力不良率高达7成 3 那高中生就更高了 接近8成 那我在原高雄市合并之前 曾经在议会咨询过 我们要开始太除我们现在的登记 而且一定要从幼儿园跟国小开始做起 但是我现在拿不到教育局给我的资料 它你们只给我国中的部分 我们就来看一下 你们只给我高中的部分 但是呢在整体的数字上面来看一下 整体的数字高中值的部分 来那个比例 我们看一下它这个比例 因为 使用LED灯管的目前也只有8% 非常的低 甚至还有在用所有的传统灯管 这个传统灯管跟LED之间 它的这个不管是节能 不管是电费 不管是它的任何的这个 这种所有的这个比较 所有CP值的比较都非常 差距非常的大 那为什么连T5灯管他们现在都用不到 经费上 所以我认为经费的问题 局里面你们应该要向中央 用一笔大的经费 专案的向教育局 教育部来要求 来来来去去去要要出这笔钱 国小的部分一定要全面的派换 我们现在高雄是有这么多的立委 我想我们的立委一起出击 教育部这笔钱应该不敢不给 更何况这个东西 也是有补助的一些项目 可以来要求 所以我们真的期许 教育局可以先从 我真的只要求从国小 因为国小部分现在才4点 也不知道这样很高 接近5成 45%其实算是很高 所以如果国小的部分 特别是幼儿园的部分 幼儿园加国小部分先更换 我想这个数字未来会改变 也就是视率不良率会改变 局长待会再给我回复一下 看看这个部分 我们可以怎么样做到进阶 中阶跟未来的这个 长期的这个时间 待会再给我看一下 我们这边大概快速的浏览过 对于它的整个 CP值的一个比例 我们用传统灯 再往下后面一点 我们用传统的这个T8灯管 也就是现在我们大部分 有的开始使用T5灯管 其实T5灯管也一样 都不是很好 那T8灯管它现在连那个座 那个座的改装都不用 它用T8的LED灯管 就可以直接去用它现在传统的灯座了 所以如果是这样 曝光的保固期又比较长的话 虽然费用是比较高 费用一定是比较高 但它使用的效期是比较长的 节能跟节电还有节费 都具足 所以真的鼓励局长可以 再给两分钟 谢谢 好 我曾经在6月6号呢 有开过这样的记者会 有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也就是 我们的公佑要不要再增加 目前在明年 可以增加到多少的班级数 待会呢 请教育局马上给我回答 就是说 我们原来呢 从8班的这个半日班有增加 但是整个 整体看来 其实高雄市这4年来的公佑是没有正班的 只有将半日班变为全日班 但我知道上次记者会之后 好像你们开始有做了一些的调整 所以待会请局长也给我回复一下 如果明年 照你们这样的调整下去 明年可以增加多少的这个公佑 那第二个部分 这也是很严重的问题 也就是说 幼儿园的这个特教生 招生跟普通生招生的时候 时间是一致的 那我们有要求你们要去做调整 让特教生的这个报道一定要提早 才能在后续普通生入园的时候 那个人数呢 才不会多出来 然后再来第二个部分 如果一个班有高达五六个 甚至是三个特教生在同一个班的时候 你们如何来安排 让这个老师可以有一些喘息 有没有一些辅导老师 可以进驻到这些班级进去 让那个真正在指导这个普通生的这些老师 可以比较专心的去照顾这个普通生 这个待会呢都一并帮我答复一下 第三个部分 六月六号那天还有开到一个记者会 就是国中的这个超额 这个老师 教师超额的问题 那我们一直期待的是用学习时数去做 结果呢在高雄市呢 讲了一两年了 哎竟然被基隆听到了 基隆竟然也用高雄市的建议案 因为我们后来透过全国教师公会去了解 原来高雄市的这个提案 被其他的县市先用了 他们就用时数 学生的实习时 学习时数去计算出来了 然后第二个部分 他们把超额即将要超额的老师 再给一分钟 也是将学生留 将老师要超额的老师留校留用 去取代高雄市其实一直高居不下的 也就是用代理代课老师 聘用代理代课老师去取代正式的老师 其实这是高雄市目前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 如果我们用超额的老师不要超出去 为什么 因为超出去对原校 对被超出去的那个学校的老师 也很不公平 他被超去的那个学校 有三年的老师 三年他可以不用 就是被超走的这个人 三年不用被再超一次 但是被超到的那一个学校的老师 他们就刺力胆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个对于教师的这个 教学品质的稳定性来讲 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也是对于学生的受教权有很大的伤害 所以我们待会请局长 也一并对于这个部分 基隆市都做得到 高雄市应该也可以做得到 最后一个问题呢 我刚刚收到了一个检举案 也就是 再一分钟 也就是最近呢 正风市啊 很鸡婆的 向各个学校 发了一个要求 所有的学校 包括国小哦 要去看一个廉政的影片啊 而且在11月11号之前 要提出报告成果 但是呢 竟然没有报告 这个文竟然没有签到 这个副局长的层级 其实这种乌龙事件哦 或是这种 罗斯松了的事情呢 在教育局呢 已经 已经常常发生了 待会我再举一个例子 如果 这是对全高雄市的学校 要发的公文 如果那个层级 可以低到一个承办人员 甚至一个科员 就可以代决掉的话 那这个教育局不是罗斯松了 不然是什么 我认为 未来你们应该要控管道 如果是对全市的学校 发布的公文 层级一定要到达副局长的层级 甚至 不然就是还要到达这个 主任秘书的层级 让他们知道 几个长官都要知道 在一分钟 局长信箱回复的是谁 刚刚你们在回复 局长信箱的时候 竟然把所有的建议者 也就是市民的信箱 全部揭露 比如说现在有十个人 跟我建议 跟局长建议 他回信的时候 把这十个人 全部在收件 收件人的 这个资料 全部揭露了他的电子 他的这个邮件 他的姓名 全部都把他暴露出来了 这到底是哪一个乌龙啊 连使用这种 电子设备都不懂 竟然把收件人 全部的名称 都完全揭露了 我告诉你 这已经涉及了 这个泄露个资法 除两年以下的这个图形 甚至还要罚 两万到五十万 如果是企业罚 更高五到一百万 我想要请那位 发信的人 还有局长要准备钱呢 如果真的民众开始告 他造成损失的话 那这个刑者一定会成立的 这种乌龙事件 真的不能再发生了 好不好 来我们请这个 局长回答 谢谢 单位报告 现在时间为12点27分 我们等到教育部门的委员 全部执行完毕 我们再执行上会 那请局长回答 好谢谢主席 陈议员刚刚提了 大概有六个问题 我先从比较简单的先来说 因为局长信箱 如果发生有这个事情 我们等一下就会查出来 跟他们说 一定要改进 要检讨 那至于说那个检举案 所谓的鼓励廉政的部分 我们觉得原来的文 发的不够清楚 可能层级不够高 其实已经重新发文 这是鼓励性质的 那至于议员提到 在基隆用了我们的 国中原额超额的部分 留下来增进 学校的这个教学 用时数来计算这件事 那我们今年就是要开始启动 明年的怎么样的 超额的配置 但是以现在来看 明年的问题 其实相对来讲 比今年简单 这个我们会跟议员 一起在讨论 那特效的部分 我们希望一个班级 最多只有一到两个学生 所以如果说收到这么多 显然是不是事宜的事情 另外的专业专任的 辅导的教师跟人力 一定要进入帮忙 那关于公佑的部分 那要跟议员报告 是因为我们的蔡英文总统 其实已经提了 扩大托育公共化政策的 这个政策方向 所以我们的目标是建立 平价普及优质的 公共化托育系统 那这个案子呢 正在等待中央政府 做一个整体的 一个方案确定 那以目前报装看到 是林万一政务委员提到的 是用60亿 然后在四年内增加900班 但是我们基本上 从520之后呢 已经朝这个方向进行规划 预备在五年内呢 达到公共化四成 在现在原额是很少的地区呢 有一个优先顺序 第一优先 第二优先 第三优先 预备五年内要完成 318班的设置 那这个资料 我会提供给议员 虽然他还没有在市政府 完全定案 但是现在我们极力 跟中央来配合两个部分 关于提到那个学童势力 我也觉得这个问题十分的严重 不管是用这个原来的传统的T5 或者T8 或者LED灯 那我也听到很多不同的意见 认为说 LED灯也未必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因为它不太适合室内 所以我们真的要做一个 专业上的研究 看怎么样去态患 议员如果关心说 这几年到底态患了多少 目前大部分 刚才看了那个比较 1234都基本上是在节能上比较 可是你如果看到第五点 眼睛的伤害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目前是这样 还有光摔的问题 这部分我们还要再做一个 更专业的一个分析报告出来 才能决定未来怎么样的方向 是妥当的 以这个目前来讲 日月光 它这个GEN 为了推动节能减碳 它在2015年开始说 男子区所有的国小先换LED灯 所以到了2015年6月 是完成八所学校 大概换了2万支的LED灯 这个我们要去做一个 效益的评估 那明基友达 它是捐了11所偏乡的小学 所以目前的状态是这样子的 所以跟议员报告 还有很多资料 恐怕还要进一步再提供 好 以上谢谢 那我们请文化局长 代理局长来回答我们关于 信誉议员咨询的 李柯勇图书馆的一个议题 好 谢谢主席 谢谢陈议员 其实陈议员刚刚讲的那些 有一些跟我们那个 蓝人包不一样的部分 待会我会请判官长说明一下 可是针对刚刚陈议员 最后提出说 可不可以再办公开辩论 这个部分 就我知道 其实这个案子两年多 快三年 办了15次的说明会 然后当时的吴宏谋副市长 也亲自召开协调会 包含陈议员 也在议会也办过公听会 那议会的公听会 其实已经办了三次 包含吴议员 那陈议员跟吴议员 共同主持的公听会 所以还有最近的是8月26号 当时的史局长 也办过辩论 公开辩论 所以我觉得 医市府的立场 以市长的理念来讲 其实对于这样的案子 我们会跟各局处一样 我们是站在多数人的 一个公共利益去考虑 所以我们未来也不会回避 我们会再更积极的 跟相关的团体 做深入的沟通 然后也会 还没有 不过再跟我们 不好意思 再跟我们一点时间 是 是 是好 谢谢 那我们接下来 我请派馆长针对刚刚陈议员所 资讯的部分回应 谢谢议员对于李克勇 那个纪念图书馆的一个指教 那其实 这个过程以来 其实我也 非常感谢 信玉议员 对于我们这样子的一些 叮咛跟指导 那我是觉得 这个懒人帮我们是希望是说 提供给社会大众 一个比较 我们想要表达的一个 兴建的一些原委 跟理由 跟立场 在自立 透过这个阮男人包 很惊讶地 跟大家做一个说明 当然这些东西 如果说 站在反对方的一个立场来讲 他一定会有一些 不同的看法 那这也是我们社会多元的 一个形态的呈现 这些不同的看法 我们都尊重 但是我们是希望是说 如果说大家一直 在一个比较尖锐的角度上 在看这样子的一个事情上 我想很难会有一些共识 我们还是会再跟 继续跟这些 反对方的团体 我们尽快来 因为这个部分 我们会再跟内部 内部再讨论一下 我们尽快来处理 我们内部再讨论一下 因为这个部分 我必须再跟内部报告一下 接下来我们请林芳如议员 咨询 是 现在的时间 主席 那个各位大家辛苦了 现在时间12点半 那个我从9点多 本来说10点开始 然后我们其实我们很多的都已经delay了 大家也辛苦了 连上厕所都没有 我刚刚回复刚刚我们那个姓雨 我们陈芳如议员 其实那个图书馆我们一再的 其实我们大家应该都要有一个相当的共识才对 图书馆并不一定只适合在那里 譬如说馆长 我们大树第三图书馆 我们都找不到钱来盖 然后你们也可以请他就来我们大树图书馆 我们那旁边让他做第二名好不好 因为第一名佛光山嘛 佛陀纪念馆嘛 我们第三名 意大事件嘛 不然还做第二名 理科勇纪念馆图书馆 这样好 很好啊 因为我们一直找不到钱来做啊 对不对 怎么都是他们自己在选地方选位置 这种的观念就不对了 所以真的尽快把它解决 把它这件事情 让大家得到一个共识会比较好 不然真的我就强力要求 他就是来给我西蒲果菜市场 帮我盖理科勇图书馆 我们甚至我们也可以在议会就这么提议 也是可以 因为我们找不到钱啊 该有图书馆的地方不盖图书馆 不该有图书馆的地方 你偏要盖图书馆 对不对 这是共识嘛 这个不是共识 对不对 所以来 我们那个图书馆 我们的那个文化局 那我们现在我们的西蒲果菜市场的图书馆 要怎么解决 来帮我回答一下 请局长回答 谢谢主持人 还是找不到钱 其实我们 四年了 四年 对 好 应该说我们这次那个先期作业也刚通过啦 那这个案子目前因为是那个师傅的经费真的也没有办法因应 可是我们会继续努力来争取啦 所以是不是很矛盾 他有图书馆的地方没有图书馆 人舞运动中心 你要有多大的面积 你要有多大的空地 都可以给你当图书馆 我们需要有图书馆的地方 而且他那边现在有十一万人 十一万人口一直在增加 他有需要有图书馆 你们不请他们来这里盖图书馆 没有一个人在这么多年轻人聚集的地方 他是盖图书馆 他应该是做文创 所有文创跟我们的数位产业的所有的 做一个基地才对 一天到晚都要这个图书馆 对不对 让我们每一次都要针对图书馆来问你们 我们没有别的可以问了吗 我们还有电影 我们还有相关你们所有的 对不对 所以你们真的要尽快 然后谢谢 那个我们的 我刚刚看了这一本 我们的那个教育局这一本 那个真的 也感谢我们的范局长 因为我们当初从中正高中 来做这个技职的产学合作的模式 我们从一间学校 我们在三年内 我看扩张到二十几班了 然后现在以目前来说 都是机械 机械电机 然后电子封装 电竞 这些产业 我相信那个我们的那个 我们高雄 我们高雄的孩子 未来在技职方面应该可待啦 因为我们已经在技职里面 把他引导去做大学是相关的产业 包括我昨天去上节目 我有听那个教授他在跟我说明说 我们的教育局他是很有理念的 然后他未来 还有年轻人 从要从读大学后 万一我们有拿到了 以我们现在教育局这边的 我们的高雄市的专利 在电竞 在这个数位 数位方面 我们已经拿到了378件的专利 所以你看到 这些专利以后就是我们高雄采 所以我们也感谢我们的局长 这么用心 在这里非常感谢 然后增加了这么多的班次 当然我们不能在这里停顿 因为技职才是我们高雄的根本 所以也感谢我们的局长 这么用心 然后所有的团队这么用心 然后今天其实我的主要 我今天我是要来跟局长探讨一下 其实我们在环境教育里面 我们要去做很多的 在学校里面的一些特殊的一些 学校特色学校里面 其实我们还可以增加一样 叫做那个真实物的原型 那为什么 这个什么叫做真实物 我大概来跟我们的百姓讲一下 就是这个实物 它到底 它的原型是什么 以我 以芳如来讲 我一个台北小孩 现在讲一个笑话给大家听 我也是一个台北市的小孩 我们在国小国中的时候 我们大概那时候 大概就是推行 就是体育 运动方面 舞蹈 音乐 大部分 就是一个传统型的都市生活 那你传统型的都市生活 然后到我结婚的时候 我老公很喜欢叫我去菜市场 可是我一辈子也没有在菜市场打混过 所以我每次都会把 冲买成蒜 可是冲买成蒜你们应该会说 这个应该是买一次错就第二次就会错 可是因为我们从小没有去认识那个真实物 真实物的原型 所以导致于在都市的孩子 他真的他不知道 那个葱跟蒜怎么分别 再来还有那个鸡 我们要炖这锅汤 我们到底是要买什么样的母鸡 跟什么样的公鸡 我告诉你 到现在我还是对鸡这个概念 我还是不懂为什么他们炖那个汤药老母鸡 所以你看 在我们的这一带里面 我相信很多各位 你们如果家的没进产 你们没有做畜牧业 你们完全不会去懂得 说什么叫做 什么认识的这么深 所以我个人是觉得说 我们台湾在这一方面的竞争力 它长期以来 它对农业的环境认识 不重视 所以引发这么大的食安问题 为什么 我们在我们所吃的食物里面 他不知道食物的原型 他就不会去了解 加工是怎么加工 调味料是怎么来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人 在煮汤的时候 我们都会加很多的添加物 添加物的内容 到底是什么 它健康吗 我们不知道 我们把我们的生命交给了厂商 因为厂商又没有把我们的健康把关好 所以我在此建议 在韩国跟日本 而我在今年七月份的时候 我去日本 我就去了Muji 吃他们的那个青石料理 我跟日本的朋友 就日本朋友突然 他在这一盘青石里面 他问了我一个小小的里面的这个食材到底是什么 我恍然大悟 原来我们在这一个认识 我们的食材里面 我们完全从来没有重视过 然后我才会想到说 原来我们都市的孩子是 在这个环境教育里面 对我们身体里面的营养 我们的养分里面 我们是这么的匮乏 只能说很穷 真的是在这里 所以我觉得说 我们应该要让我们的孩子 他们在营养午餐的时候 营养午餐 他们必须要知道说 这一个菜里面 它的原型是什么 然后它是怎么 会有哪一些东西 它可以变成这种味道 味道 就是生态环境教育 这个会未来十年 我们就会在食安里面 我们看得到 这些的孩子 他将会带领我们这些家长 跟他周遭的一些朋友 我们会很快的改善 可是如果我们现在 不去做这一个 我们永远食安的问题 我们就是把持在商人的手里 没有人帮 你要管控 说实在一个政府 这么大的机构 你靠一些集合 靠百姓 靠学校的团体 你们今天 你们坐在这里 可是你不知道 你们的小孩 今天的营养午餐 到底是什么 其实没有人会知道 真的没有人知道 所以为什么 我们不让这些孩子 他们自己去知道 他们就可以变成一个监督者 那个在韩国 在韩国跟日本 然后跟欧洲的一些教育里面 在国小的教育里面 他们对他们的生活周遭的环境 他们有很大的帮忙 所以他这个他会影响说 而且这个财产 为什么一定要建议这样子的教育下去 因为他这个里面还有一个叫做环境财 环境的利润 这个是无形的 因为他无形 而且他每天他都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所以他才会造就于说 我们忽略掉 所以我们在这一块里面 台湾是一个农业大国 农业大国 可是我们的孩子都不知道 有的人甚至 局长 真的有的人不知道高丽菜长什么样子 他也不知道说高丽菜要在冬天 他吃的高丽菜才是对的 他们都不知道 那高丽菜在冬天他种的是对的 他为什么我们在夏天会吃到 他是饮用什么种的技术 所以那是不是我们又交给了 交给了 交给了那个厂商 来帮我们决定我们的食物 对不对 所以这一个在这个经济循环里面 教育里面我们可能这里开始做 它会影响很多很多的层面 包括孩子回去学到 有天他的妈妈他的阿嬷煮了一桌饭 他还甚至他还能帮他的家人做导览 那也是增进亲子关系啊 不然现在大家都在手机上 搞不好在吃饭的时候 大家如果没在看对方的眼睛啊 所以这个也是增加一些 互动经济 循环经济的一个方式 不然再来很快 很快我们如果把它建构起来以后 我们甚至我们可以用一些APP 跟一些我们的视觉的这些VR 这些结合 我们很快的搞不好我们不用十年 十年我们就会知道说 它可不可行 对不对 所以那请问局长 您觉得说这个意见 您觉得说我们可以怎么样子来实行吗 其实我很喜欢 林议员今天早上谈到的这个议题 特别是在讲真食物这件事情 那其实我们在处理这个营养午餐的时候 各位议员如果回忆一下 这几年先处理食安的问题 那食安的问题后来就变成全面食材登陆 每天都会登陆 然后所有的要求是什么 非鸡改的全部退出 鸡改的全部退出 然后检查出来是零添加物 目前是这个阶段已经过了 那我们下一个阶段就在讲 我们怎么吃真食安全跟美味的食物了 所以你刚刚提到那些例子 确实很多小孩以为鸡有六只腿 或者是鸡就是长成鸡块的样子 没有看过全部的鱼等等 或者蔬菜怎么长都不知道 都是在图片 都不知道 但是高雄市是一个农业大事 所以我们现在发动的是 各个学校在学习营养午餐的供应的时候 今年也提高了三块钱 希望他们提供更好的品质 那学校推的是校园菜谱 说真的好好都有他自己的菜园 至少你晓得 这个萝卜是长在地底下的吧 番茄是一颗颗长在这个小树枝上的 这些他们都要学习 然后这个自己种的食物 可以成为他的什么呢 成为他的这个 今天午餐的一部分 那小朋友就非常非常的兴奋 那所以我们走过了安全的部分 无毒的部分 无添加的部分 现在真的是特别重视 真实的食物 你说的食物的真原型 然后跟他传承的美味料理 必须要传承 所以客家的阿嬷会教的是客家菜 原住民教原住民 然后火落教火落 还有新住民 这个传承变得非常重要 所以议员在说 我们做了十年以后会怎样 我觉得我们三到五年 大概彻底会改变小朋友 他会对食物非常非常有兴趣 其实这几年全世界是先起 叫做饮食革命 其实饮食革命就在对抗这个素食文化 他讲的就是在地的食材 然后这个零的里程 食物运输里程是零里程 然后它是天然的 这个烹饪跟调味的方式 让它非常的多元 学生们要去认识这些 所以台湾也是接收到 这样子一个全世界的风招 我觉得高雄市最有条件来推动 那还有一个 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一个 在地的饮食的美味的品牌 就是帕萨迪娜 帕萨迪娜跟我们合作味觉教育 已经有四年时间了 那今年要大规模的进展 就是让各学校都能够学习到 味觉是一件什么事情 酸甜苦辣你来品尝 光是一个这个叫做 那天我们讲的番茄 就有那么多种在地的 洋葱有进口的有在地的 还有我们的马铃薯 有进口在地的 和与它吃起来都不一样 酸甜苦辣的味觉 其实是要开发的 所以帕萨迪娜的这个方案 现在得到文化部很大的支持 他觉得法国人在推味觉教育的时候 就是讲他传统文化 是透过食物在传承的 所以有太多可以做的事情 我觉得我们可能分区 看每个区域的特色是什么 我们沿海也有很多区域 所以我们对这个海产类 其实也不够了解 海产如何能够维护的好 就跟环境保护是有关的 你什么季节可以去补 什么季节多大的你可以补 都是有很严格的规范 这就是我们最近去三重线日本 进行海洋教育交流 学习到非常非常的多 是 谢谢局长 因为我自己本身 我自己也是发现说 真的很多的人 我们真的我们没有办法 好好的保护我们的下一代 所以我们才希望说建议说 由他们自己来守护 他们自己的精神 所以他们回来他们才会跟家长报告 为什么我们今天吃了什么东西 那是不合理的 对不对 那因为你也知道说 这个社会就是这样 大人通常那个执着的 执着的那个时间它都不够长 所以如果我们在百年教育里面 我们把它框架出 然后我们又做出一些成绩 未来我们甚至其他的 其他的县市 他们就可以来去做一个 做一个类似说共享 好共享 那我们可以让更多的孩子 来去为他们自己的安全 做注意 因为它时代在变 它会变成什么样子 我们不知道 可是我们在这个中间的过程 我们的把关 我们只能尽量想到说 让我们的孩子 他们自己也去充分的认识 以后我们才会得到一个大的 一个社会 未来对我们的回馈 因为我们中间也会老 我们中间我们连 那个盘子里面的那个黑黑是什么东西 我们也会看不清楚 然后我们也希望说 未来的孩子能替我们这些人 大家一起来把关 阿凯 谢谢局长 因为现在节约时间的关系 所以我们就是 我就讲到这里 然后才可以让大家好好的可以休息 谢谢 谢谢林芳如议员 接着让九等的曾俊杰议员来直询 好 曾议员请 谢谢 谢谢主席 真的担很久了 那我今天要跟探讨的议题就是说 因为现在7月的变迁 那台风的次数 比以往增加很多 就像今年的9月来说 就在914就有一个墨兰地台风 还有个927的霉基台风 我相信这两个台风 重创我们高雄 不管是农孙 农于叶孙 或是灾孙 都很严重 那特别是我们学校的灾孙 可说非常非常的严重 那我想在这边请教一下我们局长 在这次台风 我们的灾孙 学校总共有几所 来 请局长答复 好 谢谢主席 谢谢曾议员 曾议员在今天我们的部门报告里头 有附了两张 其实就做了一个整理 那这一次两个台风 前所未见 而且就是都在两个假日 造成的学校 普遍受损的是有334个学校 那334个学校 那现在报上去的金额是多少 334个学校呢 整体的金额大概要超过4亿多 4亿多 哇 这么多 那所以他们还很多 那钱有没有找到 这些灾损的金额的钱 那我们现在教育局 有没有跟市长报告 我们把这个334个学校 有些这是属于我 普遍受损 有一种叫做分成ABCD四种等级 如果第四种等级 就是设备物品的损坏 或者抢修的这个部分 那这个部分呢 教育部已经给了我们的 一定的这个补助 他给了我们1880万 然后我们配合了470万 其他就要提报市政府 动支灾害准备金 或者要用我们的 教育发展基金余额来处理 那另外增员关心的就是 学校它的灾损 要复原的部分 除了那个零食处理以外 还有分为A级 B级 C级 A级指的复建工程 大概在100万以上 然后B级是50万到100万 C级是没有达到50万 那我们在做什么呢 这些学校加起来数字也非常多 A级有46校 B级有45校 然后C级有145校 那我们对AB两级 就是分别要去限刊 限刊以后 做了经费上的 适当的一个调整以后 然后在 其实就是昨天 报给我们的市府 然后市府汇总 再报给我们的行政院 所以它是要经过这样一个过程 所以预计它要整个审核下来的时间 应该是在11月初 才会把经费拨下来 11月初 其实学校在高知本行 其实他们很需要这笔经费 那希望是教育局这边 可以赶快核定下来 让他们可以过正常的 正常的教学 教学环境 甚至有现在还有的 国中连那个屋顶盖都掀开了 那现在这个礼拜可能周四或周五 可能又有台风要来了 对 现在每次来的台风都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你不赶快处理的话 你看一次又一次的伤害 它的累积的灾损可能 金额越来越大 那我想这两个台风 重创我们学校 在树也倒了好几棵 甚至有的围墙都已经倒了 那要复原的工作 也有家长会打电话给本席说 看能不能叫我人还是来 把我们倒清一下 其实我就觉得说 灾害的发生可能就走不到窗口 也没有遇到这么严重的台风 那现在树倒了倒 然后整个都缠乱不堪 那等隔天要上课的时候 结果也没有人来负责 那我觉得说我们就要预举 是不是要订定一个防灾的工作的准备 不管在准备台风要来之前 我们就要先准备说 我们的家具有签吗 我们的家具有薄吗 还有我们的家具有修正吗 我觉得这个前置作业本来就要先做好 那如果台风来了之后 所受损的严重性 如果需要人员 也希望给学校一个窗口 我们在这边要感谢 所有投入这次复原的工作的人 他们真的很辛苦 包括国军、慈善团体、家长会等等 都是我们尊敬的人员 那我是希望说我们交易局 在未来台风会越来越多 一次也比一次还要抢 那我们是不是要定一个 SOP的作业流程 不管是台风前 灾前跟灾后 要怎么去做一个准备 我觉得这很重要 是不是针对这个议题 我们请局长答复一下 好非常谢谢曾议员 全面关切我们的 以后的防灾的能力的提升 其实教育部在校安通报里头 就有一个防灾通报系统 当这个台风的预警发生的时候 所有的学校都要点阅 就说你要负责check 你要做多少多少项目 包括你要看看 有没有塞住 水沟塞住 屋顶塞住 窗门要关警等等 全部都要检视过 那这一次的台风 大概就是市长一直说 41年来最大的一次 所以风力超过大家的预期 说当它发生 整个大风倒了以后 所有的受损的状况 还有速倒的情况 也非常严重 那那个时候就发现 四天假日 其实高雄市通常在防灾 最费力的可能是我们的公务局 养工处 环境保 环保局 还有金发局 还有海洋局等等 这一次都自顾不暇 没有人有空管学校 所以学校几乎都是靠自力救济 所有人都动员 校长 老师 家长 社区都动员 那后来就是国军 大概有多少梯次进来 有三千余个国军的梯次进来 这都是我们透过这个灾防会议的联系系统 第一个我们需要人力进来 还有我们严重缺乏工具 这人大概发现就连电锯也没有 抓斗也没有 电锯抓斗连公务跟环保 自己都不够用 所以我们其实很感谢有五个县市支援我们 包括新北市 台中市 新竹市 桃园市跟彰化县 他们来了大概有61个人力 那车辆有27辆 从9月18到9月25 就是学校排队等等去抓斗 把那些数字等等运走 但数字运到环保局的放置厂的时候 发现根本进不去 因为排队也进不去 后来又开了临时的安置厂 开了十处 还是不够 后来又开了两处 所以你看这个灾群有多大 那学校经过这一次灾害以后呢 其实由我们王副局长在负责 当时都做那个调度 以后我们就变有一个分区联防的概念 每一个区域里头我大概都知道 可能从高中值开始 因为高中值是有开口契约的 所以它的厂商的器具等等 跟我们下面的这个区域内的国中小 整个一个联防体系 这样一块块做起来 大家觉得缺 有很多学校是等着说他没有电锯 国军来如果没有电锯 也不能做什么 所以变成全台湾在调电锯 所以刚刚我提到电锯 大概调来四十五支 其实也是不够用 还会延缓时间 但也发现很多数目巨大到 其实局长有时候学校他真的经费很拮据 但我们就很辛苦 然后其实有配合的厂商 其实可以跟他们沟通一下 如果在台风来之前 如果有很多大树 其实可以先稍微放 所以说拜托 拜托这些区域 把我们盗用一下 我觉得可以防止很多不必要的灾害 这是一个未来预防的重点 就是树木可能就要加固了 那有些树木在该修减的时间 要修到对位 那也很专业 怎么样修树才是对的 我们市政府是由秘书长请认 一个专业小组在处理这个问题 那现在还有一个问题 也是民众常遇到的问题 那时候台风的时候 可能校园也有开放 让周边的停车 不管是校内或是校外 相信那种停一些 苦境居民的停车 那我是希望说这个可能责任的归属 有可能风台太大 是我倒了 压到民众的车 那也可能造成学校的困扰 如果像遇到这个民众 如果告学校 那学校怎么办 这都是意外险 应该是在学校的 这个保全范围里头都有 那其实有的学校 是觉得他们做得很好 就是说可能 不管是校内或是校外 有大树 他就先贴的公告在那个说 这棵树可能会倒 希望民众不要听 我觉得这个方式也是不错 那其实我们开放给 给临边的民众来停车 也是农入社区的一种方法 就是台风的时候 没人停 可以让他们停 但是我是希望说可以 学校可以跟这些民众签个合约 你不管我们只是借庭而已 但是如果天灾遇到的 如果被塑压到或是转压 或是被什么刮到 希望可以跟学校可以厘清责乱 可能在那个公告开放停车场的时候 就要说明了 尽量避免在这些看起来 有点危险的树旁边停车 往中间集中 那另外每一个停进来的车 他应该自己有保险来cover这个事情 我是希望这个可以把那个 如果学校如果跟那个市民 可以厘清清楚 我可以减少学校不必要的麻烦 那重点也是说 其实学校刚刚讲的 那个灾损的钱很重要 他们一直在等 希望可以复原 恢复正常 这是每一个学校的 希望局长在这边特别加强一下 那个时间性跟急迫性很重要 因为这礼拜可能又有台风要来 希望也再特别的注意 各学校要注意 不要再让灾害 因为我们经过一次一次的经验 可能在防灾方面会越做越好 希望你可以加强的宣导 好那再来我再讲第二个议题 因为你们今天多几天也很辛苦 到现在一点都还没吃饭 那我再讲那个 第二个重点就是 现在网路 是现在来不可缺少的东西 那现在我们高雄市的校园 无线网路也开始来开放 那我想说这个 现在他们覆盖率是多少 可不可以请局长答复一下 好 现在全国教育部市 它的标准是达到55% 那高雄市达到58.15% 所以我们其实是超过这个数字 那有11个学校没有达到55%的覆盖率 那今年就会优先列入补助 所以就会解决 那我们靠什么来做这个事情呢 全市的这个AP的这个点 有3694颗 那还有企业捐了200颗 就尽量布置完善 让那个各校都能够有很好的这个覆盖率 目前是这样 局长我是觉得说 我们才50几% 我觉得 希望我是可以百分之百 其实我觉得这个对教育局或是学校 这不是很困难 因为无限分享去又不是很昂贵的东西 我是希望可以全面信 那现在可以做到百分之百 我觉得这是我们高雄一直主导一个幸福城市 然后融入社区 我觉得这很重要 这一个未来走的方向是很重要 那我在想说 那这个它有一个开放的时间 你知道这个学校 这个网路开放的时间是从几点到几点吗 周一到周五 然后周六跟周日时间不一样 请我们知国科科长回答 那请科长回答 局长请坐 感谢主席感谢议员 我知道议员是咨询专业这部分 依照我们台湾学术网路的规定 我们的整个无限开放的时间 就是从下午的四点之后过后来开放到晚上十点 那如果是周六周日的部分 就配合我们学校校园开放时间来处理 那基本上这个部分都是依照我们现在目前 台湾学术网路的一个规范的部分 科长我是觉得说 既然就要开放了 我觉得是24小时开放是最好 其实对学校也没什么影响 这个你觉得怎么样 跟议员报告 这个部分在我们台湾学术网路中心 它那部分有做一些评估 依目前来讲 学校的无限网路是优先让学校的教学跟学习 来做第一个满足 那有关于如果说有这样的建议的部分 我们可以在台湾学术网路的规范的部分 来跟他们做一些讨论 跟议员报告 其实这个部分我们学校的无限网路 整个到效率本来就是百分之百 现在谈的是实际有效的覆盖率 所谓的有效覆盖率 高雄市教育局的标准是很高的 我们每两个教室就有一个AP 就有一个access point 那也代表说我们的真正的网路的覆盖 是实际上传收 而且是可以用得到的 以教育不标准所谓的百分之五十五 它是指你的教学场域只要覆盖得到就算有了 那如果说以目前来讲 其实全市每一个学校都有无限网路 我们现在谈的部分已经是到后面更进阶的点了 那我是希望是朝这个目标下去做 做到百分之百 然后也希望这个开放的时间 可以24小时全面开放 这是希望你们赶快加强 因为这不是很困难的事情 经费也不会很多 好请坐 谢谢 那大家辛苦了 我只请到这边 大家赶快吃饭 因为三天还要备行 谢谢大家辛苦了 好谢谢 我们下午开会时间是两点半 现在先上会